这是给乌克兰的一记耳光 1945年5月8日 德国投降 这一天也因此被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战胜利纪念日 据美国时政媒体政客新闻网 欧洲版当地时间5月6日报道 在德国首都柏林 当地政府已宣布 对于这一消息 他声称 这是一个灾难性的政治决定 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 所谓与乌克兰团结一致的保证都是空话 德国将受害者和行凶者相提并论 令人无法容忍 据报道 柏林警方6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在目前俄乌冲突的背景之下 必须确保纪念活动以及纪念馆和纪念碑得到尊重 绝不能让这场冲突蔓延至柏林 超出民主话语体系之外 报道称 自纳粹德国战败后 柏林各处都树立起了纪念碑 以纪念苏联方面 在二战中牺牲的声明 例如 在柏林东部特勒普托区 一座高达12米的纪念碑上 刻有一名苏联士兵用舰斩弹纳策十字标志的记号 而在本周末 这类纪念碑预计将成为部分人 用以谴责当前俄乌冲突的热门集会地点 警方表示 除了禁止在这些地点附近 悬挂俄罗斯国旗和乌克兰国旗之外 现场还禁止播放军事题材的音乐 柏林警察局长巴巴阿斯洛维克表示 为防止在15处纪念场所发生冲突 警方将制定综合规章制度 保护纪念活动有尊严的进行 他还补充称 与此同时 我们正采取行动 反对任何形式支持 赞许 甚至是颂扬俄乌冲突的行为 尤其是在集会上 报道提到 4月初 就在乌克兰公布布洽事件 照片资料的几小时后 一支由400辆汽车组成的亲普京车队 驶过柏林 招致了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激烈批评 当地时间5月7日 乌克兰新闻网站 三色.90远引得没报道了此消息 并称由于乌克兰国旗 被禁止在柏林5月8日至9日的活动中出现 乌克兰驻德国大使梅尔尼克被激怒了 乌克兰平民遭受着最严重的战争罪行 成千上万的乌克兰人 妇女和儿童被残忍杀害 在这种情况下 禁止在首都挥舞俄罗斯国旗和乌克兰国旗 这是一个巨大的丑闻 这不仅表明缺乏技巧性 而且还是一个灾难性的政治决定 梅尔尼克说道 他还称 在这种背景之下 所有与乌克兰团结一致的保证都只是空话 这位大使表示 人们可以理解警方为确保安全所做的努力 但将受害者和行凶者相提并问的事实 简直令人无法容忍 他呼吁 柏林市政府应当立即改变这一受到质疑的决定 此前 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拒绝德国总统施泰因麦尔到访 乌方被德方认为这是在外交羞辱德国 从而引发了一场外交争端 郑克新闻网5月5日报道称 一名德国总统办公室官员证实 泽连斯基当天已经邀请了 德国总统施泰因麦尔和德国总理舒尔斯访问 这标志这两国关系在经历了数周的外交紧张之后 开始解冻 我说是在外交争达的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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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争达的